十恶和十善 佛教徒应该远离以下的十种恶业 身体上犯有三种恶业 一 杀生 二 偷渡 三 邪淫 语言中犯有四种恶业 一 妄言 二 倚语 三 恶口 四 两舌 内心中犯有三种恶业 一 贪婪 二 亲恨 三 愚痴 以下十种有价值的功德 是高评价地推介给作为佛教徒们 所应该实行的 为了功德的获得 在平静的生活中 展开他们的知识和了解 同时也能够给予他人最好的服务 一 仁慈 二 道德 三 禅定 四 回向功德给他人 包括了过世的人 五 给机会人做自己的好事 六 随起功德 七 尊重圣言 八 说法 九 听法 十 矫正自己的看法 以坚强信心 赌博的罪恶 要明白 赌博的罪过 是在于引诱人们 不去诚实 不靠努力工作 同时更经常鼓励人们 不劳而获地发横财 赌博使人武折粗地发财 借由赌博发财 如同希望浮云 遮住太阳的那种阴币 而诚实工作 就如同建设永久的房屋 遮蔽烈日和雨水 赌博娱乐 桃然浪费了有价值的时光 佛陀说过 赌博是人堕落的原因之一 赌博 酷 我 勿 脚 他 会 种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